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是透过一个航海的概念坐着这个船 然后到不同的世界的国家去看到不同的风情不同的文化 第一站航行的地点在东南亚 来自马来西亚的以轩和以万 则带领观众进入马来文的文字之旅 善用所学结合数位程式设计 开发出填字游戏 用基本的马来用语有效推广马来文化 要做这个游戏是因为我们其实在大二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有接触Unity 然后我们就觉得因为还是我们DMT的一个招牌 应该是这么说吧 所以我就想要就是沿用这个Unity的学习 然后介绍马来文这样子 主题有六个 一个是身体部位 就是基本日常我们都会用到的东西 然后像这个的话 我们刚刚有跟同学介绍了Apacaba Apacaba就是我们一个很官方的打招呼的一个方式 第二站抵达中亚地区 吉尔吉斯为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国家 来自吉尔吉斯的满人亮 成龙与贝尔 以空拍影片拍摄该国的旗舍文化与地理环境 呈现当地特有的游牧生活 最主要的原因为我们做这个项目 是因为Kyrgyzstan是在中西亚 它是很小的 很小的国家 没有人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我们想要介绍我们的国家 在哪里 在哪里 在文化和文化 它是很富有的 它是很区别的 所以我们主要的目标 是让人们知道我们存在 像这样 最后一站是非洲地区 千里条条志莫三比克实习 三个月的力宣 将所见所闻拍摄成纪录片 更以明星片周边 呈现当地水患 志工人物 孤儿院以及正在原建的大爱屋 主要是纪录片是拍摄非洲妈妈 一个志工在环境非常困苦 跟饥饿的状况下 还想要盖一间孤儿院 那整个过程就是记录它 前期还没加入慈祭之前 到之后为什么会想要盖 孤儿院的一个梦想 透过这种比较可爱的方式 让大家知道 慈祭到底在墨山 做的一些什么善行 来自墨山比克的柯新田 与来自马来西亚的和书亭 剪辑制作了四部形象短片 打破大众对于墨山比克的 刻板文化印象 跟现场掩饰非洲法变 与传统服饰的穿搭 我在台湾快六年 然后很多人对墨山比克 对非洲不太了解 你已经看过Lion吗 还是你在走路的时候 还是你们去学校 你们有出那个Elephant吗 但是我也不会对他们想起 因为我知道他们可能不太认气 所以我想把他们不认识的地方 拍一个影片给他们看 希望很多同学可以来看 国际秀梅科技学士学位学成 目前紧招收国际生 借此拓展台湾的国际人才 而首届毕业生也即将乘着帆船 朝着梦想前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